主料,不长于450克,辅量,姜10克,蒜5克,盐10克,侧拉油20克,老抽5克,陈醋3克,葱花2克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把鱼卸开,便鱼煎熟入味,这还是妈妈首创呢,为的就是少用油,熟的块,洗净锅,烧红,放冷油,鱼块入锅煎,当面煎成金黄, 翻面,烧煎片刻,急捞入姜蒜,将蒜煎香后加入开水,煤过鱼,撒盐,点入老抽,大火烧开后,盖上盖子,盖小火继续煮10分钟,腾纸浓稠,积点醋,放葱花,上盘,烹饪技巧,煎鱼的时候,要热锅热油,另外,鱼块煎的时候,鱼皮朝下,这样煎的鱼,一点也不粘锅的,煮鱼是, 火后开到中大火,这样能出的汤味道浓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感谢观看